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木船 我覺得第一次見是這樣的 有一點像木頭 有一點像蓮藕 在泰國雜貨很有得買的 你就要批一些皮去 批完之後就切剪 切完剪之後就這樣拿去蒸 就有這個叫Beligram 很重要就有燕糖 冰糖很久才會溶 想太方便和想快就可以加白糖 還有這個小不了的香味的斑蘭葉 這個要這樣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就會香很多 攪拌完之後就要打裂 當然不像我打得這麼酸 打完就像這樣 就可以拿去煮 然後我們要先煮水 煮水之後就要下這些片糖了 然後我今次就不下冰糖 因為是奶 所以就下白糖 就下白糖 這個就下這個出香味的鮮奶 然後我們就一邊煮水 現在就這裏煮水 我們就會把木薯放進去 就下半天收乾 有些木薯已經吸了糖 這樣就完成了 成品很吸引 現在一口吃了它們 這個就是成品 你看多漂亮 這裏煮水 它整個粒粒粒 是很想吃 還有那個斑蘭葉 在香肚裡 這裏煮水 就不懂得吃 所以我們就要 留一點點鹽醬 你看多漂亮 這樣就可以吃得了 這裏煮水